咚咚咚 咚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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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我叫陳彥芳 我來自台灣嘉義市 然後我是海南高層次 人才引進到海南大學音樂舞蹈學院 目前我教授小提琴 中提琴,以及我手邊 帶了一個室內樂社團 智力與音樂的普及,以及弦樂教育的方面 我是2019年 接收到海南大學的邀請 來這邊任教 當時也聽學院領導 以及社會各界都有 海南自貿港的建設 國家給了相當多的政策 所以非常非常地有興趣,以及非常非常地期待 更特別的是,我一進到海南大學 就感受到整個學校氛圍 以及學院帶給我一種國際化 以及很包容的一種狀態 比如說,學院邀請了很多國外的專家 到學院來做講座或演出或大師課等等的 所以,從那個時候我就看到了 海南大學對於這種國際的視野 以及開放的心態 所以我覺得這個也完全符合到 我們海南自貿港的一個發展 一個兼容並序 以及更走向國際化視野的一個目標 跟前景 所以這就是堅定我選擇海南大學 來到這邊任教的一個很重要的 就是推出跟原因 以前我在台灣念書的時候 我們都有學台灣音樂史、中國音樂史 我覺得台灣音樂跟大陸音樂 就是同根同源 我在福建地區的朋友 常常跟我分享 他聽的歌曲就跟我小時候聽的台灣歌 是一模一樣的 自從我來到海南之後 我也聽到了非常多很棒的、很好聽 很經典的一些民歌 近期我與我的同事們在海南的蕭博會 有一場專長的演出 裡面我改編了幾首很有名的曲子 包括我和我的祖國、不忘初心 還有我們海南非常有名的 萬泉、河水、情友情等等的 我覺得這些歌曲是 深植在我們心中的 而且是深植在我們記憶裡面的 所以我覺得從上都是中國人 我覺得我可以理解到 音樂裡面所要帶給我的一種思想 或者是一種祖國的情懷在裡面 而且我們常在講音樂它是沒有語言的 它是無國界的 因為我們對於國家 對於中華文化這種民族這種熱情跟這種 氛圍感是 是源於我們血液裡面的 是在我們的一種成長背景下面的 一種氛圍的宣傳 所以並沒有太大的差異 我知道在疫情之前 是有相當頻繁的文化交流 包括這邊有一些小學 他們會帶著他們的交響樂團 或者是民樂團到台灣去交流 但是是因為疫情的關係 兩邊之間的交流 比較可惜一點 所以我希望如果我有機會 我有能力 我有資源 在現在疫情之後 可以找到我台灣的一些老師 或者是我的師長們 然後搭起更好的一些合作交流 不僅是邀請老師們來到海南 看看來到海南 給孩子們做一些音樂上面的一些普及 更重要的是能不能看大陸 包括如果有醫院想來到海南 或者是想來到內地 從事相關行業的一些同事 或者是夥伴們 也都能夠透過這樣子一個方式 更進一步的了解到我們現在內地的發展 以及海南的發展 一直在改善於我們的生活便利性 比如說有一些高層次人才卡 他有一些便利 有一些地區可能有一些出入的一些優惠 然後包括住房補貼 購房的一些政策上面的一些協助 幫助都是有的 高層次人才 除了是肯定我們來到海南工作 給我們的一個相當大的平台以外 更重要的是他讓我們在海南 能夠更安心更放心的 在這邊安居入戶 讓台青來到海南工作 也像是吃了一顆定心丸一樣 我們能夠在這邊更好的扎根 更好的開拓我們的生活 所以大陸的市場是非常非常大 而且潛在的一個潛力是相當可觀的 之前有很多很優秀的台青前面 已經在大陸的各個省份 已經有相當優秀的成績 然後我也是有這個機會來到海南 開始我的一些小小的發展 然後我想對想要前往 想要過來這邊工作的台青 分享一下 就是台青如果過來的話 可以更勇於的提出自己的想法 隨時充實好自己 這裡的機會相當相當的多 只要把自己預備好了 就在就是等待隨時能夠綻放的那一刻 大家看看 好 齊哥 麻糯 想要快點 先說